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幾天一批香港的年輕人 公佈了一個文件叫做《香港臨時政府成立宣言》 在這個宣言當中他們公開的號召要成立香港臨時政府 要否決要推翻香港現在的林鄭月娥為首的 香港特區政府解散香港的警隊 這個文件一出台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也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我們全民共振團隊也和一批大陸的民運人士 和香港的泛民主派的朋友 以及已經移民到海外的一些香港朋友 也進行過多次討論 現在我就來講一講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談一談我們的觀點和意見供大家參考 首先要肯定香港人民完全有道義、有權利 來否定香港林鄭月娥政權 因為這個政權它本身就是個偽政權 它沒有經過香港市民的普選的授權 它是由中共所指定的小圈子推舉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中共的代理人 它不是代表香港的民意的 它沒有香港統治香港的合法性的基礎 而且在過去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他們算是作惡多端 尤其是他們縱容香港的警隊、縱容香港的黑社會 對香港人民實施了很多暴力行為 所以說它引起了香港市民絕大多數 四分之三的香港市民的反對 所以它已經沒有存在的這種合法性的基礎 否定他們完全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得考慮到一個反對派 他在做出一個重大的政治決策 展開一項重大的政治行動之前 他一定要考慮多重因素 目的的正當性、合法性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還要考慮到程序的適當性 還要考慮到實踐上的可操作性 還要考慮到有效性 是否能夠有效地達成反對派所推動的 所追求的那個政治目標 所以綜合起來考慮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成立臨時政府還為時過早 那下面我就來談一談 我們的具體的一些看法、一些觀點 首先是從程序上的適當性來考慮 現在要成立臨時政府 很難達到這個程序上的適當性 無論是成立政府還是成立臨時政府 它都一定要有一個合法性基礎 要有一個程序上的正當性 這個程序上的正當性就是要由香港市民的授權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民主國家 授權是通過老百姓一人一票 通過普選來進行授權的 那是有充分的百分之百的合法性的 但是在香港現在的這個狀況下 完成這個由普選來進行授權 這是不可能的 現在只能是通過其他方式的授權 來形成這個臨時政府 那麼有三種模式可以來完成這個授權 第一種模式就是現在委內瑞拉成立臨時政府的這個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它的授權主要是通過 憲政權裡面的國會來形成的 在委內瑞拉它的這個行政機構、行政首腦 它是由通過這個會選、通過這個不正當的改變選舉結果的方法來執政的 所以說它是違政權不合法的 但是它的國會它是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有一定程度、相當大程度的民意的代表性 有相當大程度的合法性 那麼這個國會它就可以授權成立臨時政府 那麼這個臨時政府通過這種民眾間接授權的辦法 它就可以形成就具備了這個程序上的正當性 這是委內瑞拉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香港現在行不通 因為香港現在的這個議會就是立法會 它並不是由普選選舉出來的 立法會裡面成員的絕大多數都是由親中建制派 他們組成的實際上是由中共的代理人所組成的 香港70個議會裡面70個議席裡面有40多席都是非民主派的 都不是代表香港本地的民意的 所以說這個香港的立法會它沒有辦法來進行這個授權 也不願意來進行這個授權 所以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那麼第二種模式就是突利斯的模式 在2011年突利斯茉莉花革命當中 他們推翻了舊政權不僅僅是推翻了總統 而且也推翻了當時的國會,突利斯的國會 因為那個國會它不是由老百姓一人一票 真正的公平公開的選舉出來的 所以說他們的授權是通過各個政黨政治派別的 和公民社會聯合組成一個臨時政府來完成的 那些政黨反對派的政黨和公民社會 他們都具有相當大的民意的代表性 代表了人民的意志 所以說人民是通過政黨和公民社會 來完成這個間接授權的 所以他們可以組成一個臨時政府 那麼現在香港也沒有實行進行這個操作的這種條件 因為香港現在的政黨還有香港的公民社會 他們都還沒有走到這一步能夠完全否定基本法 能夠在基本法框架之外來進行政治操作的 這樣的意願和這樣的能力 所以說這一步也走不通 那麼第三個授權的辦法那就是利比亞模式 利比亞在200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之後 全國民兵就起來進行武裝抗暴 那麼大部分地區都是在反對派的控制之下 33個地區反對派控制的 占全國國土絕大部分的這些地區的人民 他們就推舉他們自己的代表到第二大城市 就是班加西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 那麼這個政府也是有民眾授權的 有民意的代表性的 這個辦法在香港現在也行不通 理由跟第二個操作方式、第二個模式一樣 因為現在香港的民眾、香港各個地區 現在很難完成這種推舉、這種選舉的過程 而且香港大部分的市民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決心 走到基本法框架之外來成立臨時政府 在現在香港基本法的這個框架之內成立臨時政府 它還是一個不合法的 成立臨時政府實際上就是否定了基本法 實際上按照基本法的這種規定 那它就是形成了一個實際上的叛國罪 所謂的叛國罪 所以這一步現在也不能夠實行 所以從程序正當性的角度 現在在香港通過民眾適當的授權來成立臨時政府 這個是很難很難完成甚至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個因素就是實踐上的可操作性 現在香港的警隊還有相當大的力量 而且他們得到了中共的大量的便衣特務和武警的這種武力的支持 他們有能力鎮壓香港的反對派的政治人物 鎮壓香港反對派的一些行動 尤其是這些行動超出了基本法範圍 尤其是這些行動已經公開的在否定香港憲政權的合法性 他們可以引用基本法引用香港現存的法律 所以說你們這個是叛國罪 那麼現在香港反對派是經受不起這樣的政治壓力 經受不起他們強大的這個暴力機器的這種摧殘的 所以說缺乏政治上的可操作性 以過去的一些行動香港反對派的這些抗爭行動 秉持的一個原則就是be water,那冰行像水 大家沒有固定的形式,沒有固定的組織 所以說他們沒有辦法完全的鎮壓 但是如果是成立臨時政府,那麼選出了領導人 選出了各級機構,他們就有了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警隊,中共他們的便衣特務武警 他們就有了具體的鎮壓的目標 所以說這個就不能夠實施 臨時政府和一個反抗運動不一樣 反抗運動可以be water 但是臨時政府他必須得要求最基本的穩定性 人員上面的穩定性,機構上面的穩定性 他才能夠當作一個政府來運作 而這個運作呢他是經受不起現在香港政府的 現在的特區政府的這種強力打壓的 所以說缺乏可操作性 那第三個因素要考慮到的就是有效性 成立臨時政府他有幾個目標 我們反對派是不是通過成立臨時政府 來達成這些目標呢? 現在看起來也是相當的困難 那反對派的幾個目標 第一個呢就是整合香港反對派 增強他們在民眾當中的號召力、組織能力 現在這個通過成立臨時政府達不到 因為臨時政府他沒有辦法把反對派的這些人物 這些黨派這些都組織起來 只要一用這個臨時政府的名目 馬上這些反對派就會遭到強力的鎮壓 所以這一點是不行 那麼第二個目標呢就是爭取國際上的承認 如果這個臨時政府他沒有反對派的領袖 來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腦 沒有反對派的這些政黨 來共同的組成這些臨時政府的機構 他沒有辦法就贏得國際上的支持 國際上的支持一定是要有具體的人、具體的機構的 現在沒有具體的機構 國際上的支持就不能夠到位 第三個目標就是要爭取香港憲政權裡面的那些官員 尤其是軍警他們的這個投誠、倒戈和效忠 如果臨時政府沒有具體的首腦、沒有機構 那麼這些憲政權裡面的這些人 他就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就沒有效忠的這種動機 所以說這個目的也達不到 那麼既然達不到反對派的這種目的 那成立臨時政府也就現在沒有必要 至少是暫時沒有必要 那我前面說的都是講 現在暫時還不能夠走到這一步 暫時沒有這個效果 並不代表著永遠不會有這個效果 將來有一天一定會要走到這一步 一定要成立臨時政府 到哪一天呢?就是要到中共 它在大陸的統治開始瓦解的那一天 中國人民群起抗暴 全民共振、全民上街、顏色革命爆發的那一天 大家要知道現在的香港政權 我們所反對的這個香港政權 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 不是說你能夠香港老百姓能夠起來就把它推翻的 即使是香港700萬人 一起來百分之百的都來否決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它還是能夠存在,為什麼呢? 因為它背後有一個更強大的 有一個統治著一個國家的專制政權的支撐 香港人民的反對只能夠削弱它 只能夠和它形成對壘的局面 但是不能夠消滅它,只要中共還在 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的特區政府 它就會在,香港的警隊就會在 這就是一個政治現實 但是將來有一天一定會這個政治現實一定會變化 中國現在已經處在一個大變革的前夜 以這個顏色革命的前夜 所以理解中國現在的政治格局 對於香港反對派的決策是至關重要 現在成立臨時政府的時機還沒到,還為時過早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香港反對派現在就應該消極等待 就應當無所作為,不是的 香港反對派實際上還有其他的政治操作的選項 我們不能夠成立臨時政府,但是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 來成立一個香港市民大會或者叫做香港公民大會 翻譯成英文就是Congress of Hong Kong People 或者是Congress of Hong Kong Citizens 成立這樣的公民大會或者市民大會 它是有兩重性質的,它中間是這兩重性質之間是可以隨意轉換的 它是有一個在法律基礎上面有一個緩轉的餘地 它不需要一步就走到和憲政權直接對抗 和現存的法律體系直接對抗,所以它的運作的空間比較大 那第一重香港市民大會、公民大會的第一重性質 它就是一個政黨的聯盟 它是由各個地區反對派所推舉的、所選舉的這些人 聯合起來組成的,它包括了各個政治派別 甚至是公民社會的這些積極的活躍的分子 這些骨幹的成員是他們組織起來的 那麼這個和臨時政府就不一樣,臨時政府你一成立 它就宣布你犯了叛國罪了 但是你成立一個政黨的聯盟 它沒有辦法宣布你是叛國罪 這是在香港是完全合法的 那這個公民大會它還有第二重性質 就是它是一個影子議會,是一個臨時議會 因為它的成員是從各個地區選舉或者是推舉上來的 是代表各個地區民眾的意願 是代表政治反對派裡面各個派別的這種意願 所以具有廣泛的民意的代表性 它現在我們不突出它的這種臨時議會 或者影子議會的性質 因為一突出就和現存的法律體系 現存的這個惡法體系產生的抵觸了 我們現在不突出,將來等到時機合適的時候 再馬上把它轉化成為一個臨時的議會 非常的容易,因為它有民意代表性嘛 而且轉化議會之後我們可以通過這個議會 來授權反對派,組建臨時政府 那個時候臨時政府它就有了民意基礎了 就有了程序上的正當性了,那個時候就是水到渠成 現在我們只是突出它的政黨聯盟的這種性質 在一個大運動興起的時候 一般來說都是反對派進行整合 進行聯盟的一個最佳的時機 那現在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聲勢浩大 而且得到了75%的這些香港老百姓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反對派 是應當找一個機制聯合起來 在過去20多年,由於各種各樣的因素 香港的反對派是四分五裂 在很多行動上面,在很多意見上面是達不成一致 那麼現在我們有了共同的目標了,五大訴求 那麼我們現在又有這麼大的群眾基礎了 現在是時候,正是時候來進行聯合 來進行整合的時候,成立一個普通的政黨 那是達不到整合的效果的 我們成立這樣的一個香港市民大會 香港公民大會,這就達到了整合反對派的效果 這就達到了最大限度的能夠組織香港老百姓 進行抗爭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成立香港市民大會或者公民大會 這比成立臨時政府更具有操作性 同時也更能具有有效性 成立公民大會或者是市民大會 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 當年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當中 南非人就成立了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 這就成為當時南非反對派的一個大本營,一個大聯合 在最後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最後的決戰當中 他也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現在還是南非的執政黨 後來印度人他也學到了這一招 在甘地領導的印度獨立運動當中 印度人國民大會也是推翻 這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的一個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是一個大本營,是一個反對派的一個大聯合 那現在香港人要成立公民大會或者市民大會 現在就是借鑒前嫌的這些經驗 這個經驗不是說任何人在老子裡面突發奇想 閉門造居能夠造出來的 這是前人實踐經驗的總結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說希望香港的反對派參考 在過去幾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香港的反對派主要呈現了兩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就是年輕人為主的勇武派和本土派的力量 第二個就是以傳統泛民主派為主的合理非派的力量 那麼這兩股力量通過公民大會或者是市民大會 就能夠聯繫起來 當然了泛民主派的合理非派的肯定是佔絕大多數的 所以說他們要在這一次成立香港民主派大聯合的 這個市民大會公民大會當中肯定會起到主導的作用 而且泛民主派裡面有一些非常資深的社運人士 一些政治人物這些人物他們有相當深厚的這種組織經驗 也有很強大的民眾的號召力 所以說這些人現在要當人不讓了 勇武派的年輕人在街頭現在和香港的黑警和香港的黑社會 和大陸派過來的便衣特務武警在展開激烈的衝突 承受了巨大的犧牲這種狀況是不能夠持續下去的 這種狀況對民主派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對民主派有生力量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所以現在是泛民主派的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有經驗的這些人物現在是時候站出來了 現在是時候站出來組建香港公民大會了 組建香港反對派的大本營 組建香港反對派的大聯合的時候到了 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一次再見